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6月12号星期三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四名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 在吉林遇袭涉案嫌疑人被捕 纪念六四合罪之有 多位民主人士遭中共警方拘留 金砖外长会议在即 中俄抱团取暖应对西方 辞职外籍法官公开发声 国安法导致香港法治走向极权化 有媒体披露 美军计划使用无人机舰反制中国侵台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教师一行四人 本周一在吉林省吉林市一公园参观时遭人袭击 刺中腰部 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医救治 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同美国驻华使馆合作 以确保受害者得到妥善的治疗 目前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 相信请听记者前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本周一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发生一起外国人遇刺案 四名外国人受伤 在现场视频中四名男女伤者倒在地上 每个人用手紧紧按在后背腰部伤口 地上流下血迹 众多游客在场围观 事发数小时后 美国媒体报道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遇刺受伤的四名教师 是康奈尔学院教员 一名受伤者的家人告诉爱荷华公共电台新闻 四人均在袭击中幸存 美国爱荷华州联邦众议员 玛利亚·内特·米勒·米克斯 在社交媒体X上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 他的办公室正在与美国大使馆合作 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 并安全离开中国 本台记者周二致电负责北山公园治安的北山派出所 向警察查询遇害老师的情况和涉案嫌疑人身份 对方得知记者身份后 言语粗鲁叫记者不要再打电话问他们 对方说完话立即挂断电话 记者致电吉林市公安局和吉林市中心医院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记者又致电吉林市政府一科室 接听电话的一女士被记者问及哪个部门在负责此案 对方称不清楚 现在哪个部门在处理这件事 那是归哪里管 周二凌晨 吉林市公安局传营分局向各派出所发出协查通告称 6月10日11时40分许 在吉林市传营区北山公园内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现场有5名人不同程度受伤 现正在医院救治 无生命危险 嫌疑人崔大鹏有重大嫌疑 一旦发现立即抓捕 本台致电吉林市120急救中心查询 对方以涉及伤者个人隐私为由 不愿披露伤者被送往哪一家医院救治 安徽省前检察官 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昨天四名美国爱荷华州 看了儿学院外教在吉林市一处公园遇系 因为案件刚刚发生 凶手的社会背景和作案动机还不清楚 因为遇系对象都有特定身份 不同于以往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无差别袭击 不知道是否与人们猜测的 车外车美情绪有关 现在下结论 闻时善早 另有无法独立核实的消息说 在遇刺受伤的教室中 也有华北大学的教职员工 中国异议人士季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此事件可能与民间愁美情绪有关 就是所谓的爱国者 估计是那个掐着几刀的尖杀的 不是想碰他们死 就是想知道一个大的新闻 因为现在的戾气啊 干什么都有 杀官员 杀村长的 杀无辜的 杀小学生的 这些到处都有 这就是因为和社会经济的 碰碰他 这一批人肯定全怪个美国佬 河北访民李女士认为 这次伤害外国人事件 并非民众处视美国 而是对当局不满的一种表现 他说 据悉 四位受害者均在吉林市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他们情况稳定 资深媒体人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此事在朋友圈引发广泛讨论 东北本身就是仇美情绪比较高 东北这个地区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 情感更强烈 更容易受宣传的蛊惑 而且东北人相对来说 理性成分要比感性成分弱 他们更容易受到这种蛊惑 而之后就是产生这种类似的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前朗刘邦云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六四三十五周年 纪念日期间 多位在中国境内的民主人士 因为通过网络参与纪念 而遭到警方拘留 三十五年之后 当局为什么还仍然惧怕 中国民间纪念六四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八九民运的亲历者 湖南省淮化公民唐浩明 因六四三十五周年期间 通过国际社媒平台X 转发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 六四纪念活动航拍视频 而被淮化市公安局贺城分局 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行政拘留五天 他随后于六月十号中午获释 有知情人士向本台证实了这一消息 唐浩明的X平台账号 于2020年4月注册 至今已有四年 出于安全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台 该账号一直被中国警方严密监控 中国的人权组织公民法庭发起人之一 旅美维权律师李大斌告诉本台 该事件让他感到很意外 因为转发一个别人所拍摄的一个视频 就被行政拘留五没有想到 对这个事情会这么敏感 而且处理这么严重 唐浩明转发的相关视频内容 是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 6月2号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 当天自由雕塑公园还举行了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落成一事 李大斌律师当时也现场出席了这两个活动 他认为中国当局对这两个活动都很恐惧 李大斌律师认为 中国警方对唐浩明的拘留处罚措施 主要是在敏感时期针对重点监控的异议人士的打压 当局试图以此对其他民众进行恐吓 制造严厉惩罚的气氛 从而获得晋升整个社会的效果 无独有偶 曾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 原云南省委中共党校教师紫肃 近日因在网上直播间里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也遭当局行政拘留五天 据维权网信息中心介绍 紫肃原为云南省党校经济学教师 曾挂职任副县长 但他因长期在课堂上直言抨击中国社会及政府的问题 而多次遭到云南当局的传唤和警告威胁 并于2014年被迫提早退休 2019年4月15日 紫肃被四川省成都市法院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21年4月10日刑满获释 中国人权现任执行主任 远八九学运领袖周峰索告诉本台 周峰所说 紫肃和唐浩明都是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士 对他们的拘留也是当局在恐吓他人 周峰所谈到 今年的六四纪念比以往更加声势浩大 很多新的信息在网上流传出来 引发更多网友关注并参加讨论 周峰所表示 一旦人们接触到真相 中国当局的宣传洗脑就会失效 而这也是当局最为恐惧的事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近日有消息传出 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 将就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援助俄罗斯的行为 对中国小型银行发出警告 而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俄罗斯 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时高调表示 金砖国家应该充分发挥所谓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果 形成新型多边合作机制 王毅为什么急于表达这种姿态 而这种表态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呢 今天本来记者王远的报道 在王毅的这个表态之前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 不仅来自于七国集团 可能对中国小型银行发出警告的消息 传闻多时的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关税的信号也越来越强烈 这些消息表明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近期正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王毅此时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上表示 要加强金砖国家的合作 让外界引起了警惕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艾肯人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 对记者分析说 中国希望加强金砖国家的合作 有不同阶段的目标 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则指出 王毅这种表态显示出中国政府的焦躁心态 即将面临到欧洲还有美国的高关税的抵制 不断会影响到中国以外销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策略 而且可能会甚至于会威胁到 中共政权的稳定性 他说 所以中国是为了拉这些金砖国家 来撑腰来垫背 但外界对金砖国家合作的实质意义 仍有很多质疑 王维正分析说 金砖国家能走在一起是因为有公约数 现在目前金砖国家 他们的共同的出发点是 希望说能够在集体的 在全球事务上有更重要的一个扮演角色 但金砖国家内部关系还有很多问题 它的结构还相当的松散 而且这些成员国中间的话 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冲突啊 谢田分析说 金砖国家之间实际上共性不多 没有太多真正有机的互利的联合 你比方中国和印度 它实际上是在战略上 政治上实际上是很对立 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竞争的情况 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离开中国 很多都跑到越南印度铁国家去 他强调 实际上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都在争夺市场和投资 谢田认为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因为俄乌战争的背景存在一定的互不关系 当他强调中俄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 还是取决于俄乌战争的进程 独立学者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院长夏善成 也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取决于现实的需要 他说这就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关系 相辅相成 所以中国之间的合作发生变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 华盛顿报道 香港又有海外法官宣布不再担任香港终审法院 非常任法官的职务 早先已经辞职的应急法律权威曾要信公开撰文 指香港已经走向极权化 法官难以在中国创造的政治环境下担任法律守护者的角色 香港法治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状况 香港特首李家超则反驳其说法 并强调法官的专业不在于政治 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香港中省法院在周二的凌晨公布 来自加拿大的非常任法官 麦嘉玲下个月任期届满之后不续任的消息 加拿大媒体引说麦嘉玲的声明表示想退休 又说对法官法院的独立性 以及法院维持司法独立的决心仍然有信心 他的说法与上周辞任的法官神要信截然不同 神要信以香港法治正处于严重危机为题 在英国金融时报暂闻 表示47人案的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批评香港高党法院的判决是干预立法会的职能 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他表示虽然不能以此说香港法治已死 但在基本法下 中国可以透过西法推翻不喜欢的判决 港府也能用国安法打压驱捕政治意见 并以唱荣光归香港和导念六世被视为煽动颠覆为例子 指基本法和国安法所谓的人权自由保障只是空谈 法官没可能在司法要爱国等中国制造的政治环境下工作 更会失去了捍卫公民自由的传统角色 法治已受到严重的破坏 又说香港已经逐渐走向极权化 他表示曾希望继续当中审法院的法官能帮助维持法治 但担心这种想法不在现实 所以决定辞职 香港特首李家超周二出席行政会议前 反驳神耀性的言论 指他最新的言论 与他在2021年拒绝参与英国政府发起的杯葛香港行动有所矛盾 李家超的声音由AI代读 法官的专业不在于政治方面 法官的专业不在于政治方面 不干预法院审讯案件是香港的基因 美国乔制成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黎恩浩表示 陈耀性的话凸显了国安法之后 港府只把海外法官当作是创除的装饰 没有尊重法官的专业 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 法官不想为以中国化的香港法庭背书只能离开 在管法之上连去刀链六四 他都可以说你是三宗颜夫 都法官的 你除了去帮政权打压意见以外 就没办法再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背景上 怎么会有任何公平的审讯 对人权根本上是没有任何保障 意见人士跟中国大陆里面的情况是有过之不及 我觉得非常令人有心 他表示陈耀信选择在金融时报站稳 相信是要提醒和告诫西方的金融界 香港法治情况的改变 就要这电台记者陈直飞报导 餐桌和土地说话 第一手执机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 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 对经经济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 暗无千日 鬼影重重啊 非洲竹温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 目前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 主持人麦小田 全新节目绿色情报源 就在自由亚洲电台 及自由亚太报道YouTube频道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罗金近日撰文披露 在中国犯台前 美军可以使用无人机舰 将台海形成所谓无人地狱 此举可为台湾 美国和伙伴国部队 争取时间以确保中国犯台失败 这一消息引发舆论热议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 以美军计划地狱景象 以阻止中国攻击台湾为题撰文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 近期在新加坡 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之后 告诉他 北京如果办台会期待 它是一场短暂又猛烈的战争 在世界措手不及之下夺取台湾 罗金在文中引述帕帕罗说 美军计划地狱景象的策略 就是当中国的入侵舰队开始穿越台海时 美军就在台海部署数千艘的无人潜艇 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 把台海变成形同无人地狱 为台湾 美国和伙伴部队争取 全面反击的时间 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研判 地狱景象当然能够对中共犯台武力 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是涉及到几个关键的前提条件 未来十年内恐怕都不可行 首先要在台湾周边投入 成百上千的无人机 无人机不可能再以人力操控 这些无人机跟无人体 它是由这个AI 有人工智慧来操控 它会自主行动 自动根据当前的状况 自动产生作战方案 自行接敌 但是目前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在内 在人工智慧用于战场上 都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水准 其次接种说 美国必须就近部署 这么大的数量 你若要能够很快地抵达台湾海峡 就表示你只能部署在附近 但是附近日本跟韩国 愿不愿意让你部署这些东西 坦白讲是有疑问的 那你部署在台湾的话 那等于是美国要恢复在台湾驻军 说不定中共马上就犯台了 接种还提到 如果有人工智慧指挥作战 信息的传递非常重要 必须要掌握台湾周边的制电磁权 以应付中共可能的通信干扰和电磁干扰 前中华民国海军上校杨虞胜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则指出 2021年他曾去参加中国珠海航空展 已经展示中国大陆称的集体作战 相当于西方所称的风群作战 这种无人机的这个集群的作战事一头里面 我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所以我认为它是可行的 而且中国大陆这边也许它已经有在进行 在西方的风群作战来讲 早就在试验 甚至我们可以在一般的这种集会游行 或者晚上的无人机的这种活动 排字幕等等 它都属于风群的导影的一环 但就说导影是一回事 你怎么样抗干扰又是一回事 也就是未来像这样的一个地域紧张 它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导影的能力 必须还要能够抗干扰 提到台湾欠缺因应战场透明度的问题 杨玉胜说 我们本身没有自己的卫星 我们在散出数据电路 也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作战中心 并没有说真的像好莱坞的电影般 今天随时遥控指挥到第一线的这个战事 它要任何火力火力就到 杨玉胜认为台美在无人接听的合作 美国是不是要必须加紧协助台湾 在这一方面获释技术转移 自有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的新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中国实施环岛军演 导致两岸紧张关系升级 当地时间6月10号 美国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 就此举办研讨会 与会学者和美国前任高级官员 共同探讨了 中国对台湾军事胁迫加剧以及应对策略等问题 以前是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近日台湾海峡不太平静 本台此前报道 一名中国籍男子上周日 驾驶快艇抵达台湾北部的淡水河河口 他的上岸后 请路人帮忙打电话报案 随后被台湾的海巡人员逮捕 这名男子表示 他因为在微信上发布言论 遭中国当局限制出境 才偷渡前往台湾 投奔自由 而台湾疑似出现防卫漏洞的问题 无独优偶 上周六 有中国企业放飞无人机 飞越惊吓海域 并在台湾外岛金门上空空头传单 无人机三进三出金门的情况 再度引发两岸民众热议 随着国际社会针对台海议题日趋关注 本周一 美国华盛顿巨库2049项目研究所举办研讨会 与会学者重点关注中国对台湾军事胁迫加剧的问题 解放军追踪者网站的共同创办人 知名国防分析专家路易斯在会上指出 中国自2020年起 针对台湾的军事胁迫力度不断增加 不仅频率、飞行架次、战机种类增加 相关的行动也出现越来越复杂的迹象 以下中文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 我们以前可能会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看到一至三架解放军战机 我们现在会看到四至六架 如果发生比较大的事件 则至少会有十五、十六架战机 只多也曾出现三十五、四十架 就复杂性而言 我们以前比较常看到的是飞行演练 解放军战机会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后折返 但现在 相关的行动已经整合为空军及海军的共同巡逻 一个月会出现一至两次 这也包含空中加油练习 反介入行动等等 卢伊斯指出 透过近几年的军事胁迫行动 中国已经抹除了海峡中线的界线 并在台海建立起一种新常态 中国军机对台胁迫的目的其实相当直观 一来它让解放军有更多练习机会 包含练习联合行动 以及增进空军战力 其次是向台湾的防卫体系施加压力 第三 这也是北京对于地缘政治事件 感到不满时的表达方式 最后 透过将这些军事行动常态化 外界就不会觉得解放军的行为 存在挑衅意图 针对中国对台军事胁迫力度增强的状况 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指出 台湾和美国应该共同合作 行诉面对中国军事胁迫时的 系统性应对方法 美国需要和台湾合作 沿尼可延续的胁迫应对方针 让台湾民众和中国方面都能感受到 台北正在进行反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 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 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维权网本周二发布的消息 中国人权捍卫者 公民记者张展 刑满货事后 近日再遭上海警方传唤和威胁 张展6月9号的一张朋友圈截图显示 警察说了 再碰红线就进去 红线 你们保护谁的红线 老百姓的命是红线吗 还是上级的意见 我不想进去 我也不是该进去的人 本台曾经报道 公民记者张展 因报道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 被中国当局以 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 张展于今年5月3日刑满出狱 但行动自由依然受到限制 路透社本周二 引述台湾官员表示 日前 驾船非法进入台北港的大陆男子 曾经担任中国解放军海军的艇长 该名男子已于上周日被捕 台湾海洋事务委员会主任 管碧玲 确认了这名男子的海军背景 他还表示 近一年多来 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了18起 多涉及靠近中国大陆的台湾控制岛屿 此次事件 不排除是大陆对台湾识别此类船只能力的测试 截止到目前 中国国台办和国防部尚未就上述事件回应置评请求 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 此次事件或是中国对台灰色地带战术的一部分 台湾需要保持警惕 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一艘荷兰军舰日前通过台湾海峡 引发中方对此侵权挑选的不满 荷兰军方发表声明表示 该军舰在东海是正常执行巡航任务 并批评中方派出战机驱离的行动 造成潜在的不安全局势 荷兰国防部6月8号通过声明表示 该护卫舰上周五的巡航任务 是支援联合国制裁朝鲜的行动 听众朋友这次地亚太胞的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